继鳄鱼文 韩玉 为年月日,朝周次使韩玉,使君士衙推秦记,以阳衣、诸衣、头鳄西之潭水,以与鳄鱼时,而告之曰 西先王既有天下,猎山则,往生促刃,以除虫舌恶物为民害者,趋而出之四海之外 即后王德伯不能原有,则江汉之间,上皆弃之,以与蛮蚁处越 旷朝领海之间,去京师万里灾 鳄鱼指寒烟卵玉于此,亦故其所 今天子四堂位,神圣此武 四海之外,六河之内,皆俯而有之 旷与祭所言,扬州之近地,此使县令之所致 楚共赋,以公天地宗庙,百神之寺之嚷者哉 鳄鱼,其不可与此使,砸处此土也 此使受天子命,守此土,至此民 而鳄鱼,悍然不安息谈 巨处石民处雄史陆章,以肥其身 以众其子孙,与此使抗拒,争为掌雄 此使虽弱,亦安侃为鳄鱼,低手下心 心显显四四,为民力修,以偷活于此也 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利 故其事不得不与鳄鱼变 鳄鱼有之,其轻此使言 潮之舟,大海在其南,京鹏之大 虾泻之戏,无不容归 以生以时,鳄鱼昭发而息至也 今与鳄鱼曰 近三日,其帅丑类,难洗于海 以避天子之命令 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 七日不能,始终不肯洗也 始不有次使,听从其言也 不然,则是鳄鱼明顽不灵 次使虽有言,不闻不知也 扶奥天子之命令,不听其言 不惜以避之,与民顽不灵 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 此使,则选财济利民 草强攻独使,以与鳄鱼从事 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此使,则选财济利民